你怎么还有钥匙啊 这 这狗怎么来了 狗还问呢 你怎么来了 别动 坐下 小北 你是不是跟李李在一起了 对 你等着 我现在找他去 樊斌 你把钥匙还给我 周小北 我告诉你 你跟谁在一起都可以 跟李李在一起就是不行 我告诉你 樊斌 我爱跟谁在一起 跟谁在一起 你管不着 别人我不管 他就是不行 你知道吗 樊斌 你走吧 钥匙我不要了 明天要找人换索 小北 放手 好 小北 咱们复婚吧 说你是个三十岁的婴儿还真没说错 真把婚姻当儿戏了 以为里面的人物都可以不生不死 就算死了 只要轻轻点一下鼠标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你 樊斌 其实你心里比我清楚 我们之间永远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也是我说了你不信 世界上那么多人 我唯一想结婚的 只有你 我唯一想结婚的 对不起 谁 你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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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 你为了 你为了 对不起 我为了 你为了 你为了 好 你可能不可能 你为了 好 我擅心 来 来 来 关明 别喝了 怎么着 疯了 你不是胆挺大的吗 你刚才喝了 我怕欺负你 李李啊 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 喝了那么多长酒 谁欺负过谁啊 说吧 为什么跟小北在一起 小北现在跟你没关系吗 怎么跟我没关系 你根本就不喜欢这小北 我喜欢他 你不喜欢 我知道 我一直都喜欢小北 你喝多了吧 你有点语无人次了 我要追一杯吧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一点都没回过 我比谁都清楚 咱们俩认识多少年了 你说 这么多年我是不是把你当好兄弟 是不是 把你当好兄弟好哥们好同事 是不是 您 关明听我说一句话 你是我好哥们 好兄弟好同事 你还是我好师哥 我说 小北以前是你的人 你没有珍惜 我一直想我跟小北好 我们俩现在好了 我很高兴 你作为我的朋友 作为我的十个宁恩 你应该祝福我 祝小北幸福 祝我幸福 你自己也会幸福吗 你们俩都幸福了 我还能幸福吗 你 是想让小北等你一辈子吗 你离婚了 你觉得你现在说这些话 还有意义吗 我们俩离不离婚 跟你没有关系 李李 我告诉你 你炮谁都可以 你跟谁在一起跟我没关系 你不能跟周小北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不行啊 不行就是不行 我为什么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 développement 顾雲 再来一ild啤酒 两roads 多多多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怎么想起开旅行社来了 我就那么一想 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干 总不能闲着呢 试试 你懂旅游吗 不懂啊 那你干得过那些黑导游吗 干不过 那怎么想起开旅行社来了 我们家有个亲戚啊 就在老家干旅行社 干得特好 我想大连市场那么大 应该不会差吧 我告诉你啊 那可不一定 再说了 咱们俩顺手带脚还可以环游世界 多好呀 幼稚 两个人出去玩是挺好的 可你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吧 那就不太好了 你怎么什么都懂的 我考过导游证 你连这证都考过 这你就不懂了吧 导游证好处可多了 好多景点都免票 你这典型钻国家空子啊 我大学实习那一年 我还干了一个月导游呢 你真不如人干的 特别累 每天几早贪黑的 然后你心里有事吧 还不能表现出来 还得陪人笑 挺没劲的 完了 旅行社开不成了 我该怎么办啊 你真想自主创业啊 必须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就想开个小店 不用赚太多钱 够咱们俩花就行 我突然想起一个 你很冲 我突然想起一个地方了 怎么办啊 离这儿不太远 老板正在转上 生意特别好 是吗 我带你去看看吧 那那地儿干吗的 你去的就知道了 回来了 等我 怎么 提个箱子干什么 我出差 出差 那晓风知道吗 知道我给她打过电话了 要出去很久吧 拿这么多东西啊 对 可能 这次时间会长一点 一个人在外面 可注意安全啊 早晨可别忘了吃饭 早晨不吃饭 身体可不好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能照顾您了 伯母 我 我先走了 不然我改飞机来 不急了 伯母再见 你保重啊 吃安全啊 走了啊 走 老板 这么早过来喝酒啊 没有 哪能啊 今天没什么事 带一个朋友过来看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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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让他进去 随便站住啊 好的 去吧 你去吧 来 小北 坐了 好 好朋友 是挺好的 挺般配的 别废话 他最近没什么事做 想过来看看 你这儿合不合适 要合适的话就可以接手 那好啊 那要是你们接手的话 我会更放心的 哎 要是我们接手的话 你的转让费 是不是可以少点啊 那哪能呢 现在不失心宰手吗 太现实了吧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真的 真的 哇 哇 好 我觉得这个地儿还真的不错 真的 你真喜欢这儿啊 我理想就是 开一个小酒馆 来的人呢都认识 大家慢慢 成为一个同楼圈 没事在一起聚一聚啊 喝一点啊 钱不需要赚得很多 扑咱们俩花就行了 你倒挺看得开的 按照你这么说 没过多久 就关门大吉了 钱这个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这辈子 都不做守财女 我同意 快乐就好 你这叫穷大方 你说这地儿这么好 老板怎么不干了啊 他们全家都移民了 现在着急出国 这地儿还挺大的 装修还行 旧事有点旧 贵不少钱吧 没有 我当时问过了 其实不贵 老板就是特别 喜欢这个地方 他想他走以后 还希望有人 把他继续经营下去 你要是喜欢 要不然先把他签下来 钱慢慢凑呗 干吗 择日不如撞日谈谈吧 现在啊 那行吧 走 来了 文静 您在家 张叔 妈 张叔来了 请进 好 好 老张 来了 你好 快快快 坐下坐下 来 我给您倒杯水 好 最近挺好啊 还行吗 我今天来 想跟你说说老韩子事 老韩子事 我听都不想听 张叔 您喝水 好 您跟我说我受得了 你爸最近 出了点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什么意思 经纬啊 你爸叫纪委 找些谈话了 牵扯到 贪污 受贿 滥用纸权 可能要坐牢啊 坐牢 具体什么情况啊 听说挺严重的 怎么严重 据他们讲啊 可能死刑都有可能啊 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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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静 怎么了这是吧 我爸当真是出事了 我妈也听说我爸出事 立马就晕倒了 阿姨没事吧 没事吧 再打点滴呢 我妈的身体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我爸 我爸的事怎么办呢 丑死我了 文静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说 怎么了 你陪我出去待会儿吧 我快闷死了 前两个时间 我又整个梦会老爸 完没完 你别敲了 你再相信不就我报警了 不是 你报什么警了 不是 王阳 这怎么是你啊 小白啊 小白不好 你出事了 出事了 黄元 没事 你坚定得坚持住 胜老病死 我们每个人都能遇到 只不过 你比我们提前了一步 你说什么呢 你乌鸦嘴 不是你妈 不是我妈 是韩文静他爸 你爸去世了 平时身体不挺好吗 周小白 你嘴上积点德行不行 韩文静他爸出事了 因为经济问题被双规了 你也别太紧张了 我大概在脑子里 飞速地过了一下 可以排除两种可能性 哪两种可能性啊 第一 是凭韩老爷子的位置 经手的数额 应该不够达到 判死刑的程度 我也觉得没那么严重 第二 经济案件虽然是 刑事案件的一个分支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 它在里面受不了 什么疲惹之苦 你怎么对这个 这么清楚啊 你忘了 我爸是检察院的 我从小就耳入目染 多少还是了解一段情况 现在最忌讳的就是 两眼一摸黑 上下打点 到处塞钱 于事无补不说 有可能还起到反作用 你赶紧去告诉韩文静 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 案件到底是什么性质 再做定夺 那我现在就去照顾了 对了 你刚才 我枪文那会儿你骂谁呢 樊斌 他来找过你了 他还有我们家钥匙 一喝醉了就过来闹 小北 你说你 你们俩还有可能复合吗 那我去找韩文静 放屁 文静 都这个时候了 你不要一意孤行 你听听大家怎么说 对你没有坏处 再说小北能害你吗 能啊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 我凭什么要听他的 我听人也不能听他的 他这种人 就属于典型的猫括号子 假词呗 我现在打电话骂他 气死我 你给我 你拿我电话干吗呀 他能借我电话吗 我不是王源 你给我死一边去吧 周浩北 我最讨厌你这种人了 你别以为你关心我 我就会感动 我想到你 我就觉得惹心 我韩文静求是也不会 求到你头上 你放心好了 看什么看 你告诉我是真心 韩文静果然没有听我的 第二天一早 就提车前打了一圈通关 不管有用没用的 只要能找到的关系 全都找了 两天下来 送出去的钱不计其数 有的收了 有的没收 收了得含含糊糊 到现在也没有个 准确答复 更多的是没收的 不敢 都怕惹祸上身 平时见了韩文静 点头哈腰 生怕巴结不上的 态度一下子全变了 翻脸不认人 稍微有点人情味儿的 还跟他客气几句 说句不好意思 实在帮不上忙 很多都推脱不在家 连电话都不愿意接 韩文静急了 一家一家登门拜访 有的还开门寒暄几句 一听来意就找个借口 匆匆送客 有的看见韩文静 更看见瘟疫事 直接躲在门上 跟着你能不能让劲 王叔 不是 您不用送我了 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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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还麻烦你 不行 不行 龙叔 你听我说啊 我 我是该找的人 都已经找过了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才来讲明的 你是我最后的出路了 你这个小礼物 也不算什么 你一定要收下啊 你爸的事 你要相信祖指上 他如果没有问题 祖指上是不会冤枉他 如果他真有问题 谁也帮不了他 我还听起来传闻呢 说你找了好多人 还给人送了东西 甚至是钱 听王叔一句话吧 你要相信你爸爸 你这样做 你不是在帮他 是在害他 好 爸爸你就这样了啊 王叔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也别太能受了 你说你再把自己给累垮了 你妈可怎么办 谁照顾我 是吧 行了 别太能受了 喂 小白 你在家还是在医院 我跟文静在一起呢 他爸事怎么样啊 他找了好多人了 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应该是挺麻烦的吧 案子搞清楚 是怎么回事了吗 这官长上的那些词 我也不明白呀 我听文静说是什么 行贿受贿 利用植物吃便以权谋钱 领头的是个富不及 听说十一个房地产 开发商出了点问题 栽进去了 韩文静他爸是受的牵连 一起接受调查的好几个人呢 都有牵连 进去的是个腹部 韩文静他爸是个副厅 还是二把手 应该没多大问题 文静现在急得都快疯了 见妙就败 见人就塞钱 能拖的关系是都拖了 能想的办法也都想了 你告诉他 该找的人得找 不该给的钱别瞎给 到时候再把自己给送进去 其实文静现在的心情 我挺能理解的 如果换错事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宁可错杀三千 也绝不放过一个 给自己留点希望嘛 图个心理安慰 总比什么都不做 干等着抢吧 得了吧 现在收钱不办事人多了去了 那怎么办呀 你说 还找吗 要不你给文静打个电话 说一声呗 小莱 韩文静的事我不管 喂 王伯伯 是我呀 劲啊 是吗 您在三亚呢 没事没事 这不是好久没见您了吗 想您了 您什么时候回来 我过去看看您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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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我等您电话了啊 好嘞 拜拜 拜拜 你给谁打电话呢 一个朋友 我让他拖人问问看看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说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啊 没事的时候 拼了命地拔劫 一有一点缝尺草洞 不是关机就是出差 咱们行 一点交互当意都没有 估计是咱们没找对人 所以一点实质性的话 都套不出来 你说当时我为什么 你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你爸怕你担心吗 老头 老头真行的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咱们跟万劫吃饭 老黄来送酒 那天我就觉得老黄不对劲了 我平时随便搭理他一下 他就高兴了半天 他特供的茅台 乱件送 还生怕我不要 那天还是我主动 给他打的电话 怕饭店里的酒是佳酒 让他带两盆过来 我给他钱 好半天才拎了两盆 他独跟平时截然不同 不是他一开夜总会的 跟这事能有什么关系啊 他也做房地产啊 因为这事 没少求我们家老头子 你说是不是他那时候 就有风声了 他要是能提前听到风声呢 我估计他能知道 里面的内幕啊 把你们老板叫来 说韩文静邀请 对不起 小姐 我们的老板现在不在 别逗了 打电话给他 我看见他车了 我们老板确实不 不在 他的电话一直也不通 如果您有什么事情的话 请您把电话留下来 这是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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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梓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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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梓鸿挺忙啊 黄梓鸿 我今天来找到你是想告诉你 你大爷病了 在医院躺着快死了 都通我告诉你 赶紧去见他最后一遍 你要是听见了呢 就出来 要是没听见我可走了 但你别后悔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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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继续啊继续 来来 灯光影响 文静 别碰我 别碰我 坐 坐 怎么回事 韩大小姐来了 都不告我一声 赶紧拿酒去 对凡大小姐赔罪 我 我不是来喝酒的 你知道的吧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事 可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不说 大小姐你是了解我的 我是一个 知无物言言无无尽的人 可这事 你真的别逼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 老黄 我韩文静是帮过你的人 我知道 行 就当我花钱买个消息 行吗 老黄 别别别 黄总 我真不是这意思 可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说白了 不就是为了钱吗 钱是什么好东西 老黄 你做人不能没良心 你是不是以为 你开了个店生意挺好 你挺了不起啊 冷静 冷静 你信吗 今天晚上我让你厂子里 所有人跟我低头 冷静 文静 文静 来 来 来 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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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给我捡起来 文静干什么呢 你走啊 别抢 收起来给我 老黄 你给我记住了 文静 我是韩文静 给我接着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放心你 我跟着你过来看看 用得着我的时候 跟屁虫一样 你扎扎声 跟面都不敢了 我这是什么 是脸王八蛋 文静 你别这样 出了事情咱们想办法解决你 这样于事无补 真是受不了你们人类的虚伪 你不要在这儿 跟我妈五号子假辞呗 这样子 周晓辈 去吧 王婉 你别跟我做朋友了 我马上就一无所有了 周晓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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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了 周晓辈 我病了 陈白 爸 小北回来了 买这么多菜 没事 我来我来 给我 这给我 樊斌呢 他出差去了 出长差 一时半晚回不来 又出差 先挂挂 你这买的 可都是你爸爱吃的 你这抽什么风啊 你瞧你这话说的 我这男的回来 孝顺你们给你们做顿饭 怎么变成抽风了呀 我给你打下手吧 妈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你今天啊 什么都不用管啊 出去坐着 等着吃县城的吧 去吧 去吧 别等我呀 快吃 快吃 尝尝 爸 今天咱喝点呗 好啊 妈 你也喝呀 爸 爸 你快吃啊 尝尝味道做得怎么样 味道还行 就是慢了点 我都饿了 您不饿能觉得好吃吗 来来来 您多吃点 妈 您别客气啊 自己来 来 爸 尝尝 吃 快吃 快吃 多吃点 多吃点 来来 你也吃 好 好 我也好久没在家吃饭了 要不然咱们碰一个吧 来 碰一下 祝您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来 乱适献殷勤 来 走 延 €1 吴时献殷勤 有什么事求我 说吧 瞧您说的 把我说得那么势力 我的女儿我还不了解吗 有什么事说吧 爸 我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认真求过你爸 但今天有一件事 我真的必须得求你 我想来想去 没有人能帮我 只有你能帮我 小北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吧 不是大事 就是那个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这件事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但是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就跟我自己的事一样 就跟您的事一样 行了 行了 你说正题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文静 你知道吧 韩文静嘛 你们整天腻在一块 怎么最近没听你说过他呀 出国了 对 他出国了前一段 那个移民了 没有 没有 回来了 刚回来 他什么事 不是他的事 是他爸的事 他爸前两天因为一点问题 被双规了 打住 这事没那么简单 你不要掺和啊 不 怎么能不帮呢爸 你将心比心 要是你进去了 那你指望我们帮你吧 肯定 不可能 我不会出这样的事 你跟我妈也没给我生个兄弟姐妹 我跟韩文静就跟亲姐妹一样 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 掐指一算 都快半辈子了 什么大半辈子了 你才多大呀 你想想他妈 老太太刚从离婚中的打击缓过来 现在一听这消息直接进医院了 老太太多可怜啊 爸 你将心比心你想想 要是你进去了 你 你想想我妈 这么说 韩文静他妈妈是怪可怜的 爸 就这么说吧 这事要是办成了 我宁愿给自己折瘦五年 不 十年我都干 你闭嘴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折瘦不折瘦的 生命是最可贵的 我和你妈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这 这 这 显着是不孝啊 你 爸 你别生气 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那我的生命重要 韩文静和韩文静他爸的生命 就不重要了 行了 行了 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我去打听一下 你出去别乱说 谢谢爸 我就知道你是我亲生 不 我是你亲生的 看你哭哭笑笑的 像个神经病似的 去把脸洗一下 不是 爸 那个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 咱们应该抓紧分分秒秒 争取主动 冲下胜利 好 我抓紧时间去问 你呢告诉韩文静 让他们也不要太着急 着急也没用啊 那我走了 我去看你 凡飞最近忙什么呢 他还不是忙他的工作 爸 我这几天就让他过来 陪你下棋 好吧 说话算数啊 行 那您说话也得算数 行 洗脸 慢点 慢点 我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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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呀 不是那种人 我们老夫老妻了 你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他怎么突然就提出离婚呢 这我呀 是一点都没想到啊 是啊 老头藏得够深的 他怨我 都怨我 行了 妈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别再怨自己了 我爸不会有事的 你再这样的话 心脏密发了还得禁医啊 别哭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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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倒杯水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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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得要理想 快点哭了 我告诉你 你怎么能不能这样 我帮你来的 你不客气 我帮你来的 我帮你来的 你还得到我 去找老黄了 怎么样啊 不但一无所获 还惹了一身的气 事态炎良 人情不值钱 我听文静说得挺可怜的 短短几天 看尽了脸色 他爸那帮老朋友 就像说好了似的 刷的一下 态度全都变了 小北 你跟文静和好吧 何必呢 你们俩都挺关心对方的 但表面上撞得跟仇人似的 干吗呀 累不累啊 想让我跟他和好 门都没有 我待会儿约琳琳 那我先走了啊 洛勇儿 这么巧 你平时也常来这儿吗 我是 我来 接我老婆下课 坐下聊会儿 你妈妈的身体怎么样 病好点了吗 马上要手术了 你刚才说接你老婆下课 她现在正在学财快 挺好 以后能到你公司帮忙 也不知道学她有用没用 反正总比仙待在家里强 老婆 在这儿呢 我 我约了朋友跟他在这儿聊天 那个 我跟他正要走呢 碰见彭总的 是我 让他留下来坐坐聊聊天的 真巧 又见面了 你们聊 好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多保证啊 哦 向外觉得怎么样 还行啊 那还行 行还是行 还是行 好 反眠 反眠 你回来了 晚上吃什么 我就知道 一回来就这句 吃什么有这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听说啊 父亲开了一家 特别好吃的日料 要不咱们去试试 都累了一天了 不想出去了 去嘛 比咱们这可近了 改天再说吧 今天就在家随便坐点呗 要做你做 我做 对啊 我只会煮饺子 那吃饺子呗 我不想吃饺子 那你还会调什么呀 樊斌 我又不是保姆 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为了洗衣做饭的 从前在家 我妈什么也没让我做过 所以我什么也没学着 要做你做 我也不会 以前都知道没做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行了 行了 出去吃吧 这还差不多 等着啊 去换件衣服 安安 合同我看了没问题 签了 签了 今天下午去签的 顺利吗 太顺利了 老板人特别好 说咱们只要需要的 里面东西随便用 不需要的打个电话 搬走 米老板啊 哪边 你是老板娘 走一会儿 你好 你们怎么那么晚啊 给我妈买完饭 看她吃完 又陪她聊了会儿天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莉莉 这个是王源 久仰大名 久仰你大名 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是我发小 郑远东 你好 你好 听她叫我大名怪吓人吗 叫我胖子就行 别 叫我胖哥王胖哥 来 喝酒 你们俩是不是白喜酒啊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你才对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知道 不傻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 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baby 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一遍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空门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成歌 也不会冲着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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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天分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知道 我不傻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 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baby 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无所谓 别让我无所谓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空门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没有天分 我不会弹吉他成歌 也不会冲着你快乐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没有天分 我只愿意为了你空门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我没有天分 放你的光与情人 我无非弹几段曲歌 也不非斗争你快乐